对不起 都给我闭嘴 怎么了 妈妈 是我所做什么的吗 怎么会啊 无论发生什么都不是你的错 你永远都是妈妈的孩子 以前就会发脾气 这饭是没法吃的 我们先回房了 你们想气死我呀 一个一个的不让人省心 伯父 消消火 这只是个玩笑 没人回信了 我仔细回想了您昨天跟我说的话 您说得没错 这杯酒我敬您 您大人有大量 既往不咎了 吃个机制 走吧 苍蝇不定无分担 这年头 就算不是秦升的 也不能忽略了道德教育 老伙子 我看这杯酒的色泽不太对 您还是别喝了 你 Guys 我知道 我对你们来说是个外人 但是旁观者清 我看到了许多大家 没有看到的东西 从昨天开始到今天 一直有人在背后煽风点火 与其说了他的心意 我们之间相互内斗 不如 先团结起来找到这个人 你说的没错 一个知道了这个别墅里 所有秘密的人 就能成为掌控者 我劝大家都留个心眼吧 不过我觉得 有这个能力的人不多 你说是吗 伯父 对呀 要说只有这么个人 只可能是你了吧 岳父 我们就算有这个胆量 也没这些个手段啊 你刚刚还冲大家发火 开不过是先下手为强 唬人的吧 我早就说过 要想治你们 何至于绕如此大一个弯子 以后别再叫我岳父了 待会儿赶紧离开别墅 从此以后 和我李家没有半点瓜葛 走走走 不管你是谁 我都不会坐以待毙 我都不会坐以待毙 我没有那个心情 而且我没有钥匙 不需要钥匙 你去了门自然就开了 走 真的非去不可吗 我不想去 妈 走了 走 好 我 赶紧离 赶紧离 两位大美女 你们可算是醒了 把我吓死了 你们干吗去了 互相掐架去了 是你发现我们的 当然是我了 我当时闻到了一股油腥味 朵拉你知道的 我对味道特别地敏感 我当时就想去看看怎么回事 没想到听到你的声音 等我到那儿 你们全躺在地上了 怎么了到底 有人袭击了我们 袭击 谁啊 不知道 不过幸好你来了 但我估计 那个时候凶手还在附近呢 太可怕了 别怕 我是觉得 有人不想让我们打开地下室 那 不打开就没事了 对吗 朵拉 如果有一条路 前面充满了阻碍 那一定是一条正确的路 你 不会还想带我去地下室吧 我不想 难道你不想知道里面有什么吗 我不想 这几天发生太多事情了 万一又是一件坏事情怎么办 就像潘多拉的磨合 打开它 就会带来灾难 我怕 我好怕 可是朵拉 好 智利 朵拉说她害怕你听不见吗 我记得你说过的 你做这些事情 是为了让她开心 好 我知道了 我不会再强迫你了 我不会再强迫你了 我出去一下 海力 高雪晴的状况不太好 而且根据检测 主人格的活跃度更低了 是发生了什么吗 我现在还不太确定 不过确实有人 在调动人格能量 怪不得 能量有限 敌强我弱 主人格自然就变弱了 是谁呢 难道有人格觉醒了 大概其不会 一旦有人觉醒 会比现在的情况更糟糕 不过确实有人阻止 我进入地下室调查病院 那怎么办 你们千万要注意安全 时间不多了 高雪芹的状况 支撑不过十二小时 好 我知道了 其多应急方案 正在建构 还需要一个小时左右 强制唤醒吧 莉莉 莉莉 我来了 哎 这双鞋 你竟然还保存着 当然了 我就算把我自己弄丢了 也不能把他弄丢了呀 我带你离开这里吧 离开 我能去哪儿啊 去一个 应该去的地方 这一次 我为如月别墅构建了一条 与外面世界连接的道路 只要带领李朵拉穿越这条路 就可以使他自己想起来 就是高雪芹 从而被迫觉醒 这样一来 主人格就被迫暂时隔绝负人格 为我们争取治疗时机 没错 但这也是万不得已的办法 也是我的秘密武器 这也是万不得已的空洞 抓紧他 生命掩饰开住的话 挣脱黑暗枷锁不害怕 好想我也能认真微笑 光飘到我身边照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印象冉词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